今天这一堂共修的课程名称 叫佛教海线丝绸之路 我想这个名称非常的新鲜 我们都听过一带一路 以及路上丝绸之路跟海上丝绸之路 但是如果海上丝绸之路加上佛教 这个课题就是非常新的一个课题 佛教经验馆为了庆祝十周年 准备了四年多策划了这个展览 首先我们要来谈的是这个展览的一个源起 也就是在四年前 兰卡舌教授透过妙光法师 希望能够来到佛陀经验馆 展出佛教海线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成果 当时候兰卡舌教授 我想大家非常的熟悉他 因为他曾经做过西来大学的校长 在师父的引荐之下 他也是在佛教数位典籍上的一个先驱 他不只研究佛教跟研究东南亚 所以当他来到佛馆的时候 我问了他三个问题 因为每一个展览总是都有学术的策展人 一个展览的丰富性跟完整性 必须透过研究才能够展示 透过展示才能够对公众做教育 乃至达到博物馆里面公众教育的功能 因此第一个问题也就是问兰卡舌教授 谁是学术策展人 兰卡舌教授说他大半辈子都是研究东南亚的佛教 他最擅长的也就是佛教史上面 所留下来的这一些文献 如何转化成展览的文本 我想机会非常的难得能够找到兰卡舌教授 作为全球非常重要的国际佛教学者 做这一场的学术策展人 我想脚本一定非常的丰富 以及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谁做技术策展人 因为佛教海线丝绸之路 所经过的国家长达14个国家 如何将这样子的14个国家 透过新媒体的技术 具体的搬到佛陀经验馆来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展览 这时候兰卡舌教授心里面想了一下 他说过几天他在回答我这个问题 他也心里面在想 谁能够将他的想法 能够具体的落实在展览里 紧接着当然有了学术策展人 很巧的是在2019年 我们跟台北的故宫一起合作了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叫做动物异想 也就是拿故宫里面的文献 能够做出互动的多媒体 这个策展人叫邵之飞教授 也很巧的过了两三天之后 两开舌教授告诉我 他想要找邵之飞教授一起来合作 在邵之飞教授跟他见面 以及在整个聊天的过程里面 他觉得这个展览 还不能只有他能够做技术策展人 还必须请到瑞士的沙拉教授 我们知道沙拉教授在博物馆界是数位典藏的先驱 也在我们博物馆界在整个国际上首屈一指的策展人 有了学术策展人 有了技术策展人 总是需要一个总策展人 所以地点落在佛陀纪念馆 所以就作为总策展人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佛陀纪念馆在十年前的时候开馆 有一个佛陀的一生 佛陀一生的总策展人是新云大师 也应该这么说 所有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长色展 四个长色展的总策展人 都是新云大师 在佛陀一生里面所写的脚本 也就是由师父所研究的释迦摩尼佛传 大师自己把它拆尽分解成几个单元 能够展现佛陀的一生 所以师父既做学术策展人 当时候他希望我能够完成他的想法 所以我做了技术策展人 同样的每个展览都必须有这样子的策展人 才能够呈现完整的一个展览 那佛教海鲜丝绸之路的一个研究 的一个技术以及一个落实 怎么样能够来完成 我想这个是全球首创的一个展览 所以在展览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还不敢自己决定 所以在2019年 我将这个想法跟师父报告 师父听到兰卡什教授 要做学术策展人 他说这个很重要 这个对于佛教的弘扬跟佛教文化的保存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佛陀经验馆应该做 当时候师父也跟兰卡什教授见了面 那并谈了佛教海线丝绸之路的构想 师父呢非常非常的支持 所以就有了这一次 那佛馆在十周年所推出的一个展览 那首先呢要谈到这个展览的亮点 我想展览是全球的第一次 将佛教海线那完整的推出 第二个部分呢是完整的学术文本 第三个部分呢 透过新媒体的技术来做呈现的一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 我们也将这样子的展览呢 能够保存以及弘扬 那在全球首展在佛陀纪念馆 这是展览的亮点 那今天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透过佛教海线丝绸之路 要谈的部分呢 就有三个课题 那首先呢 我们在第一个课题的部分呢 也就是佛教是如何经由海线的网络 从印度传到东南亚及中国 第二个呢 在整个佛教海线丝绸之路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研究的课题 也就是从印度到整个东南亚 有一个超越释迦摩尼佛的信仰 让更多的信徒了解的这一个菩萨 叫做观世音菩萨 所以第二个课题 我们要谈的是观世音菩萨的影响力 那他有称为半个亚洲的信仰的代表 那第三个课题 也就是佛光山 如何透过佛教海线新媒体艺术特展 将佛教文化保存以弘扬 我想课程里面呢 我们引发的议题呢 来探讨这三个课题 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一堂课呢 来跟大家共同探讨 我们从展览的源起呢 就要谈到展览的海报 在这一次的海报上呢 大家会看到蓝色的 那就代表海 所以海报的基调也是展场的基调 所以在海报上呢 我们看到的一波又一波的水浪 浪花上呢 有两尊菩萨 一尊菩萨大家非常熟悉 那就是1970年代 师父呢 在佛光山开山的时候呢 建立的第一个殿堂 叫做大碑殿 大碑殿呢 上面呢 供奉着白衣观音 我想在海报上 为什么会有白衣观音 以及为什么 佛光山的大碑殿 那的观世音菩萨在海报上 台湾到底是不是 佛教海线的其中一站呢 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在海报上呢 会看到另外一尊观音 这尊观音呢 是由实体的铜 那所贴金的 那他现在被藏在呢 斯里兰卡的国家博物馆 他对考古发掘出来的年代呢 在唐代 也就是八世纪到九世纪 他是斯里兰卡 国家博物馆里面的国宝之一 这尊观音呢 跟佛光山大碑殿的白衣观音 有很大的不同 他呈现的字在座 而且他的肢体 非常的婀娜多姿 我们看到这尊观音的女性的女太 他的右手呢 的大拇指呢 跟宗旨环绕 左手呢 称于背 那他的脚翘起来 那这样的坐项呢 叫做字在座 所以在海报上呢 也就是呈现 今天所要谈的第二个课题 就是观音的一个信仰 也是整个佛教海线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 我们从海报上面呢 会看到这个展览是从 2021年的5月16号 那为期五年的展览 在佛陀纪念馆 那到底呢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那紧接着 我们就谈第一个内容的部分 佛教海线丝绸之路 最重要的就是 谈佛教如何从印度 透过海线 那往东南亚 及中国弘扬 那所以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要谈的内容呢 那可是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一环 那佛教可以从印度传到千里之外 我想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这一次经过 兰卡什特教授所研究出来的三个单元 那这三个单元呢 在展览的文本里面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佛教海线思路 也就是佛教海线思路下的贸易活动跟信仰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佛教海线的起源跟弘扬 这个部分要谈到的部分呢 从建筑石窟以及雕塑 还有经典 最重要的是出家人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呢 也就是在整个佛教海线 非常重要的佛教海线地图 如何从佛教海线地图呢 来论证佛教的弘扬 透过海线这一条贸易之路呢 那红传佛法的一个路线 所以这是整个展览架构 非常重要的三个单元 那这三个单元呢 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呢 来用崭新的新媒体艺术 在新媒体艺术里面 那将海上的思路 跟佛教的水路的传播 我们会把展场里面呢 透过360度 我们在十年前呢 可能看佛陀医生都还要 进到私立电影院都还要戴眼镜 但是十年之后 360度呢 的环形 的剧场 的互动性 已经去除了眼镜 你好像就坐上船上 走一趟 佛教海线之旅 另外呢 我们也透过沉浸式的包袱式的 让大家沿着整个印度到东南亚的一个路程呢 那进到了寺庙跟石窟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呢 也就是数位地图的部分的技术 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部分 师父呢 为了以文化弘扬佛法 所以在早期的佛光山 曾经成立了佛教文物成业馆 以及宝藏馆 我们也将师父 所典藏的佛教文物 在这一次呢 完整的 透过海线研究的 这一些几个地方 几个国家 相关的照相 以及经典呢 在这一次展出 我想这样的精彩的内容 那我们就来谈一谈 佛教海线是如何从印度出发 第一个单元 佛教海线思路呢 分成三个子单元 第一个是佛教大圆环 第二个是佛教海线的贸易活动 第三个是佛教海线的佛教信仰 首先我们来谈大圆环的部分 我们在地图上呢 会看到连喀舌教授 在透过他的电子文化地图协会里面 所汇出来的一张非常重要的地图 这张地图呢 称为佛教传播的大圆环 这个词汇 大圆环 这三个字 是经过长期的研究 那连喀舌教授呢 他发现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我们从地图上呢 可以看到我们都非常清楚 佛教的起源在印度 在地图上呢 黄色的线呢 往北走 那经过中亚 那经过四路 那到了中国的长安 这一条的路线称为陆路 在从印度呢 那我们从印度的东海 经过孟加拉湾呢 从孟加拉湾呢 到缅甸 马来半岛 以及泰国 柬埔寨 到越南 那进而呢 向北转到东亚 及中国 韩国 日本 那这条路线 蓝色的路线 也就是佛教海线之路 那这样的大圆环呢 事实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会发现呢 整个海线的 曲折的海岸线呢 长达是两万英尼 也就是 如果走海线的话 那它的路线呢 是陆路上的五倍 那在这样的一个 研究的过程里面呢 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 当地的石窟 以及当地的寺庙 大部分都建设在 海港 以及海口的驿站上 我想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 也透过这样的发现 那发现商人呢 在整条海线的石路上 他们带领的 贸易的内容 除了有贝壳 那以及有药材 有瓷器 那甚至呢 是翠鸟的羽毛之外 还有种种的宝石 那也因为这样的 一个因缘呢 在整条经济的贸易路上 透过海路 当时候在整条路上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 也就是僧人 僧人呢 为了求取 佛法的经典 以及为了取经 所以呢 从 跟着 那个海路 的一个部分呢 那走上了海线 的这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呢 的一个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因缘 来自于季风 每一个冬季跟夏季的 季风的一个航线 会吹起的风的方向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些海线的商人 在贸易的过程中呢 有时候在等待船只 能够再晚返的 自己的国门的时候 就在沿海的地方呢 跟着僧人呢 一起生活 他们同时呢 给僧人呢 很好的支柱 也同时在整个 僧人所建立的 寺庙里面 形成他们内心 安养 以及依靠的中心 所以也有可能 这些寺庙呢 变成他们的仓库 甚至孩子呢 学习的教室 所以在这样的 第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在展场里面 可以具体的 看到这样的地图 也可以看到 这样的影像 更可以看到 这样的文字的 一个记载 那就是佛教海线的 第一个单元 通过商人的商道 以及出家人的佛道 形成第二个单元 也就是佛教海线的 起源跟弘扬 我想佛法的弘扬 本在身 在整个历史记载里面 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最早的背包客 那大概有两个人 在佛教里面 第一个就是 东晋的法显大师 第二个当然就是 唐代 赫赫有名的 玄壮大师 在佛教海线里面 研究的第一本 来自法显大师 所留下来的 佛国记 这个佛国记 可了不起了 在佛国记里面 记载的地理位置 也记载了方位 更记载了当地的文化 跟佛教的圣况 佛国记呢 法显大师呢 是在最早的背包客里面 他出生的时间是在 337年到422年 他是第一个西行取经 经过陆路再走到海路的 第一个生人 他非常的了不起 为什么呢 因为他出国的时候 有一说是58岁 一说是60岁 他总共出国15年 他为什么要出国呢 当时候他在长安 发现呢 东来的生人呢 就对于这一些 原本在中国的出家人呢 觉得很不以为难 不以为难的地方呢 就觉得中国的出家人 不懂戒律 而且很多的形式 跟服装的穿着 都不是这么的正统 当时候的法显大师呢 也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 他觉得到底 佛陀真正的教法是什么 所以逐渐蒙起 他去取经这个念头 我想58岁 如果是我们现在要用走的 从长安走到甘肃 再经过甘肃新疆 到阿富汗 到巴基斯坦 到印度 然后再坐着船 然后再从斯里兰卡 然后经过整个东南亚的部分 再回到中国 长达15年 我想58岁的年纪 我们还有这个勇气 用走的去取经嘛 但是在1000多年前 法显大师呢 他取了一个愿望 他的愿望就是 九死一生求律法 正本清源续会命 他只为了续佛的会命 所以当时候他出去的时候 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 他所带着五个人 在佛国记里面记载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他发现了整个取经的过程 他走的一个路线 那我们会看到 他就从长安走到敦煌 再从敦煌走到佛教里面 最当时候非常盛行的 秋迟跟雨田 他上次在雨田的时间 正好是佛诞节 所以他发现整个雨田 在当时候佛教非常的鼎盛 而且在当地的佛法的兴盛 几乎是全民老百姓 都信佛的部分 所以他在雨田待了一段时间 之后他到了天主 那到了王色城 也就是当时候的天主 现在的印度 那他到了社会国 王色城这个地方 那他在这个地方 他开始学习梵文 那同时他发现 所有的僧人的诵经 都是口传 所有的僧人 诵经礼拜 都是经过口传 没有任何的文字 所以他大量的 在印度做了记录 之后 他选择了一条 不再走回头的路 回到经过陆路 他上了船 透过丧女的船 他到了斯伊兰卡 斯伊兰卡在当时候 称为狮子国 当时候有一个寺庙 叫五卫山寺 五卫山寺也出现在展场多次 它是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世界保留下来最大的一个砖结构 由砖块所搭建的一个结构的一个佛塔 那我们知道五卫山寺 事实上就是五卫山佛塔 当古代寺就是佛塔的意思 所以当时候法显大师在当地 遇到很多已经受足聚戒的比丘尼 他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讶异 这些比丘尼都已经受了巨族戒 所以当时候他留在五卫山寺 大量的把这些经典的律仪 那金跟律把它抄写下来 抄写下来之后 他发现这些比丘尼 就依照这些经典以及戒律来生活 包含他们的食衣住行 以及他们的修持 以及种种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这段姻缘里面 他跟当地的僧人 跟比丘尼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很有意思的是 当他从当时候的狮子国 也就是现在的斯伊兰卡 要坐船返回中国的时候 他就希望征求当地的比丘尼 跟比丘跟他一起回到中国 将戒律再回到中国里面再弘扬 当时候有十位比丘尼 跟一些比丘尼跟他上了船 所以当他带回中国的时候 那就正式举行了二部深授 我想我们在授界的时候 都有看到十师的比丘尼为我们主持 深授 我想是中国的女众 经过二部深授之后 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迈向比丘尼的一条道路 很有意思的是 法显大师从斯伊兰卡 将比丘尼的戒律带回了中国 师父在中国出家 中国学佛 以及中国的佛学院成长 之后来到台湾 1998年 他把这些戒法带回了印度去弘扬 佛陀经验馆也因为师父回到印度 去为比丘尼传授山坛大戒 而获得了一颗佛牙真身舍利 而起见了佛陀纪念馆 那这样子的一个姻缘 可说是非常的奇妙 以及非常的殊胜 除此之外 法显大师除了带了比丘尼戒法 他在五位山佛塔 也得到了尼撒赛律 以及长阿含金跟杂阿含金跟杂杖 他把这些范本都带回了中国 他原本希望从斯里兰卡坐船 回到广州 但是很不幸的船只遇到了大风浪 遇到了台风 所以将他们把整支船的两百多人 带到了爪哇 也就是现在的印尼 所以法显大师在从印尼 又希望坐船回到广州 但是又遇到了丰难 所以当他上岸的时候 是在古代的中国的劳山 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的山东的这个地方 所以他回到了长安之后 将这些典籍大量的翻译 那年经过十五年的一个取经 他年事已高 最后终于在中国翻译出这些他心里面想要的经典 中国的佛教史上的发展以及戒律 也依照这些经典而流传 佛法也因为这样子而兴盛 佛教海线丝绸之路的第二个单元 佛法弘扬本在身 除了非常伟大的法显以外 紧接着要谈的三位僧人 那就是从西域来的僧人 他就是菩提达姆 菩提达姆他也是一样 透过海线坐船从广州上岸 他从广州上岸影响了江南一带 非常重要的佛教的思想 那他非常重视剥雷以及禅法 所以他在中国史上是我们禅宗的出著 第三位要谈到的就是唐代的义晋大师 义晋大师出生的年代在公元635到73年 大家别忘了唐代有一个中国史上非常著名的僧人 就是玄壮大师 玄壮大师在当时候西行取经回来 之后在长安现在的西安 得到黄色的加持 所以也影响当时候中国的僧人 纷纷想要效法取经 其中一位在史上留存下来 跟海线有关的就是义晋大师 义晋大师他在公元671年 也就是他36岁的时候他获得一个信徒的支柱 他坐上的船要希望到印度取经 他在沿途的路上从广州一样出发 前往印度一行将近求法十年 他在晚返的过程中经过苏曼达拉 也就是印尼的苏曼达拉他留了五年 在这五年之后他又到了孟加拉 再从孟加拉回到中国 所以义晋大师也通过海线的这条路线 取了非常多的经验 他取的经跟当时候五世纪的 法显大师的内容还有一点不大一样 他花了24年的时间取经 之后他回到广州的时候 他已经60岁了 他60岁才开始回到中国 开始翻译这一些取回来的经典 接下来要谈到的是代表藏传佛教的阿底霞尊者 他是孟加拉人 当时候他觉得他在当地出家 找不到一个可以教授他的师父 所以他也坐上了船 去取求能够找到一个能够教导他的上师 所以他从孟加拉湾沉船航海到苏曼达拉 在那里住了12年 进了进到佛教的航海世界的三佛旗 也就是现在的爪哇的一带 接受秘法的一个传授以及学习秘法 之后他就把秘法再弘扬回到西藏 以及尼泊尔一带 他是非常在西藏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位生人 以及有影响力的一个上师 我们会看到就是电子文化地图协会 绘制的一张非常重要的地图 也就是这四个僧人所走的路线 在地图上蓝色的路线的虚线 是法显大师所走的 我们会在地图上非常清楚的看到 他从中国的西安 那经过陆路 那经过走到印度 再从印度到斯伊兰卡 那再从斯伊兰卡经过马来半岛 那回到整个印尼 经过印尼 然后到山东的这个部分 这个虚线的部分是法显大师的路 也就是四个僧人里面 走的最长最远的一位 一个部分我们看到最短的 走的最短的一位就是菩提达摩 也就是森蓝色的虚线 森蓝色虚线我们会看到 菩提达摩从印度就直接坐船 一样经过这样的海线 那到了广州上岸 第三位呢 也就是义进大师 义进大师走的路线呢 比较繁复 他除了从中国呢 那走到了斯伊兰卡 又到了印度之后 又往回走的一个路线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阿底侠尊者的一个路线 他从孟加拉到印度 再从印度呢 到斯伊兰卡 那到斯伊兰卡又到了爪哇一带 所以在这个电子地图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个 西行取经以及求法的路线 佛法弘扬本在生 这些生人呢 纷纷不管是陆路或者是海陆取经 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就是经典 几乎都是用操的 所以称为操经 在西元二世纪呢 操经呢 变成佛法流传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在展场的现场 我们也拿出了非常重要的 那代表着在整个弘扬佛法的过程里面 所留下来的文物 这些文物呢 分别是师傅呢 在整个弘法的过程中 所收集出来的备业经 备业经呢 是由棕女叶跟白华树瓶呢 上呢 所制作的变成可以书写 那它的笔呢 是尖头的 是用磕的 那这个部分呢 在整个佛教海线丝绸之路上 出现大量这样的备业经 我们也在展场里面呢 那放置了这样子的备业经 首先大家会看到的是 缅甸文的重物决定 是1858年 的一个贝多罗业 那整个完整的书写的一个经典 同时呢 也会看到巴黎文的备业经 这个巴黎文的备业经里面 的内容呢 叫做 波仪提介事义 也就是跟经典有关系的 它是1905年的 那我们看到金板上 非常漂亮的莲花纹的图腾 那代表清静的一个意思 这也是福光山典藏的文物 那另外呢 除了缅甸文巴黎文以外 我们也在 就是斯里兰卡带回来的备业经 这是1994年 那我们在金板上会看到 卷草文 又称为忍东文 它出现的地方就越寒冷了 那它就长得越绿 所以福光山呢 不管在福光山的 云居楼的蓝巡上 或者是福光山 很多蓝巡上 都有这个 忍东文的部分 象征呢 学习佛法 要非常的坚韧 那也同时出现在 这斯里兰卡的备业经上 这个备业经呢 非常有巧思 它两条穿线的部分呢 那刚好画的一朵莲花 中间的洞的部分 刚好是 莲花的一个部分 所以旁边还有 当地的一个佛塔 这个佛塔的形式 也就是从印度的翠楚波 就是史都把 传过来的佛塔形式 我们也可以在 备业经上可以看到 所以佛教的流传 既重经典又重图像 那在这样子的备业经上呢 可以依然无遗 我们除了在传统的备业经呢 也要看到 现在的僧人的红法 所以我们特别挑了 师父的一笔字 这一笔字的内容 还得跟佛教海线思路有关 我们就挑了观之战 我们都知道 观之战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 在新经里面 所以佛教海线 丝绸之路的一个关键 那影响了半个亚洲的信仰 的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特别挑了 师父书写在2010年的 观之战菩萨的这个部分 那除此之外 看到经典以外 事实上在整个 第二个单元里面 有非常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佛教的僧人 除了法显大师 在走的佛国记 里面的记载 他的眼睛到底看到了什么 他到了印度所看到的石窟 他发现很特别的 为什么在印度的 世界文化遗产里面的 阿疆塔石窟 佛教的石窟里面的洞窟 有的有佛像 有的没有佛像 所以在这个 第二个单元里面的子体里面 就是信仰的异象 信仰的异象分为 无相时期跟有相时期 有佛像的这个具象 是在公元一世纪到二世纪 的时候才出现佛像 当时候佛陀涅槃之后 八王分设立 很多的佛教徒不敢画佛像 怕将佛陀的圣像画得不庄严 所以当时候用了菩提树 法轮 以及金刚座 来代表佛像的这个部分 所以大家会看到 在佛馆有佛塔 在佛光山的后花园 你也看到很多的佛塔 那这些都是无相时期 那经由无相的佛塔 以及金刚座 菩提叶来传播的部分 在这个部分 我想先提点一下 佛教建筑最主要的发展形 是有三种 一种就是佛塔 佛塔就是为了供养 佛陀的真身舍利 所以佛陀涅槃之后 八王分设立 那能够将佛教国际化的 第一个国王就是阿语王 阿语王帮助了佛陀 弘扬佛法 那将佛陀的教法 弘扬到印度几千里之外 最大的一个工程 所以他建造了八万四千的 一个佛塔的数量有这么多 第二种是累积功德 很多信徒为了累积功德 以及为了让佛教的僧人 得以安心办到 那所看到的肢体窟 这个肢体窟就是作为礼拜用的 也就是现在的大雄宝殿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事实上师父也保留佛教的传统 在佛光山的大佛城里面 是一个洞窟 洞窟里面 进去我们会看到一个中心塔柱 有个四方的佛像 那这个就是肢体窟 也就是礼拜窟 第三个就是金色窟 也就是在石窟的建筑里面 叫匹和罗窟 也就是僧人所住的地方 那跟考古挖掘的 就是印度的纳兰陀大学的 身房的照片的考古资料 发现一件相同的事情 在考古挖掘里面 佛教最大的大学 纳兰陀大学 当时候也住了非常多的僧人 他的身房也是一长牌 那身房的那个门 也都是往内开 象征佛教是往内观 往内醒 往里面所探讨的 那自新的一个修为的一个思想 在第二个单元里面讲过非常精彩的 佛法弘扬本在身 以及佛教的建筑跟信仰的意象 那以及经典之外 那就要谈到非常关键 也是在这一次的学术文本里面 发现以及非常多学者在纷纷讨论研究的 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影响了半个亚洲的信仰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在佛教海线丝绸之路里面 占了非常重要的一块 因为我们发现在整个佛教的红传里面 从印度到东南亚 以及回到中国 我们会发现观音菩萨的照相 从印度的南向一直红传 转变为女性的形象 所以我们这一个部分 要来谈到观音形象女性化的塑造 在佛教的佛菩萨里面影响最广 信仰最多的应该是观世音菩萨 那他所涵盖的部分 包含韩国日本 那信仰也非常普遍 所以观音的信仰 又称为半个亚洲的一个信仰 在整个学术的文本里面 发现亚洲的信仰 盛行的年代是在公元七世纪 以拜观音的风气日渐兴盛 而且观音的信仰 在塑造的时候 很特别的是 把观音的圣像都会面向大海 就像现在在中国的普陀洛茄山 中国的四大圣地 就是佛教里面的观音信仰的浙江的普陀山 也造了一尊非常大的观音 同志的那面向大海 那面向大海呢 守护着阳凡出海的人 那我们不禁要来探讨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的塑造 以及放置的位置 面向大海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到底有没有佛教在学术上的一个研究的依据 所以我们就来谈到印度的观音信仰 在印度的南方的南印度 把观音视为海上的守护神 称赖他的名号 可以救苦救难 印度的古代的观音信仰 从救海难到救一切难 到最后呢 有一部经典来总结观音的信仰的思想 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一个部分呢 形成一个完整的观音救难信仰的一个系统 那在印度呢 有个地方叫做普陀若且 在中国呢 也有个地方叫普陀若且 但是你现在如果上网去查 印度的普陀若且 你可能查不到 你反而查到的地方呢 是两个 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是中国呢 浙江的普陀若且山 一个是佛陀纪念馆的普陀若且山 那观世音菩萨住在哪里呢 住在普陀若且山 那他的传说呢 跟印度的东南沿海一带有关 在当时候的印度的东南沿代呢 那分别信仰的观世音菩萨 觉得他得以救苦救难 所以不管是渔船的航海者 或者是沿岸的渔民呢 都以信仰观音为主 所以我们在阿疆塔石窟上 会看到壁画 也就是莲花手观音 那可以见证呢 观世音菩萨在印度的时候的一个形象 也可以见证当时候信仰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不管在印度或是在中国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观音信仰 之所以被红传了 那中间维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缘 就是感应的故事 那透过感应的故事呢 那塑造了非常多的观音的形象 那观音的形象也逐渐被中国化 所以从印度的观音呢 形象面向大海救苦救难的一个称民 到了中国之后呢 那我们会看到观音的形象的一个转化 可能会看到白衣观音啊 于兰观音啊 或者是观音劳母这些形象 在文献的记载里面 十二世纪呢 普陀洛茄山呢 随着印度佛教的灭亡 所以在印度的观音的道场就消失了 但是起而在中国的时候 因为观音的菩萨的信仰跟灵感路 那渐渐呢 让观音呢 在中国本土化 在印度的时候 观音的形象呢 那他是中性的 但是传到了中国的时候呢 观音的形象逐渐变为女性 在2011年之前 佛陀经验馆还没落成之前 师父在2009年 就希望在佛陀经验馆的本馆 建一个观音店 当时候他希望塑造的观音是动态的 观音的牵手 但是因为当时候的技术呢 我们觉得达不到 所以后来师父呢 免为其难退为 让善财荣女呢 会动 那去取大杯咒水 所以当时候取了一个 牵手牵眼的观音菩萨 透过杨慧山老师的一个塑造 那我们进行了这个观音店 当时候问师父说 这个观音店呢 是不是就叫做观音店 因为佛光山已经有观音菩萨 但是他的店名叫大杯店 当时候师父就讲了 说不叫观音店 也不叫大杯店 要取作普陀洛茄山观音店 大师的意涵有两个 一个是观星菩萨在哪里 观星菩萨不在印度的普陀洛茄 也不在中国的浙江的普陀山 而就在此时此地 佛光山的佛陀经验馆 的普陀洛茄山观音店 这是第一个意涵 第二个意涵呢 师父觉得人呢 从佛馆的大门走到本馆之后 一定会非常的想要东看西看 但是走到的本馆正门进来以后 如果只有三个字 反而人会看不到 大师说人很奇怪 当字写很多的时候 他就会停下来看 所以师父当时候就用了毛笔 写了一笔字 普陀洛茄山观音店 也是佛光山的殿堂里面 店名最长的一个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 在整个收集引擎上 如果要找到印度的普陀洛茄 可能已经发现 找不到印度的普陀洛茄 你能够找到最多的 就是中国的普陀洛茄的 浙江的普陀山 以及佛陀纪念馆的普陀洛茄山 我想在这边要跟各位师兄分享的是 师父做普陀洛茄山观音店 事实上也把修持观音的法门 放在整个装修上 我们都知道 普门品 心经大悲咒 六字大明咒 都是修行观心菩萨的法门 其中的一个内涵 所以在普陀洛茄山观音店的外围 我们放了普门品 在牵手观音的后面 我们放了大悲咒 旁边我们将普门品的硬化身 三十二硬化身 包围在整个殿堂里面 这样的一个设计 跟这样的一个思想来自于幸运大师 大师知道观音的信仰 能够跟观音法门相应 那除了大悲咒以外 就是普门品 也就是跟观音 是应菩萨的慈悲相应 所以当你走进了 福馆的普陀洛茄山观音店 你会看到 除了观音菩萨的照相 也可以看到普门品 更看到大悲咒 更看到三十二硬化身 但是大家会很好奇的是 观音菩萨的女性化 观音菩萨女性化 是中国观音信仰的 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在印度西藏斯里兰卡或东南亚 观音都不是以女性的菩萨形象被供奉 观音菩萨的形象 由男相转为女相 是中国独特的形象 它产生的年代是从唐代 也就是一千五百多年前 开始观音的形象 开始变成女性的形象 到宋代元代的时候 女性的观音逐渐定型 深受人民的喜爱 以及心灵上的寄托 影响了民间非常的深远 所以在观音菩萨的土象上 由男性转变为母爱的大慈大悲的形象 可溯源到公元五世纪的南北朝 师父非常希望佛陀经验馆既可以保存传统的文化 又可以弘扬佛教文化 那怎么样弘扬佛教文化呢 所以佛馆从开馆以来呢 不断地跟各大博物馆一起合作 那佛陀经验馆既然有观音殿 能不能展中国古代的观音 所以我们在2017年的6月 那曾经跟北京的首都博物馆 将中国古代的观音菩萨的照相 全部呢一次性的展出 我们也在这一次的照相里面呢 将梳理了观音的形象 如何由男相转为女相 我们在海报上呢 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展览的主题 叫做慈悲妙相 也就是我们把展览的题目呢 那将观音菩萨的德性的慈悲呈现出来 那海报上呢 我们找到的是 公元12世纪到13世纪的一个流经佛像 这尊佛像呢 观音菩萨成三则式 三则式也就是他的身体呢 那非常的阿罗多姿的一个意象 那他的头罐呢 三花罐 那他高的 这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图像 也是尼泊尔的一个工匠所做的 非常尊贵的一尊法像 那我们看到这个观音菩萨的脸蛋呢 他呢 那长发 那垂尖 那身上所披带的项圈 在整个身上所挂的项圈呢 高鼻小嘴 那像龙呢 非常的秀美 他的上半身呢 带着项圈以外呢 左肩呢 还有披一个圣袋 我们看到很多菩萨的照相 披一个圣袋的 那很多呢 这个圣袋呢 事实上是在观世音菩萨里面呢 非常具体的一个特征 那他的手上呢 跟整个身体呢 有非常多的 像丝绸一样 那密集式的衣纹 那这样子的妙曼多姿呢 形成非常明显的一个 尼泊尔的照相 鲜明的一个特色 那这样的慈悲妙相以外 我们在2017年展出呢 分别在2019年 我们又把观世音菩萨 非常特别的一个形象 叫做阿卓耶观音 阿卓耶观音呢 是佛陀纪念馆 跟云南省博物馆 一起合作的 云南佛教艺术特展 那他是全世界 非常少有的阿卓耶的照相 我们看到这个照相上 有一点少数民族的一个形象 观音的脸蛋呢 有少数民族的容颜 上面一样点带了 一尊阿弥陀佛 那他的高肉祭 这尊照相是宋代大理国的 937年到1253年 他是云南省博物馆 那非常重要的一件正馆之宝 所以从首都博物馆到云南省博物馆呢 那观世音菩萨的女性化 我们还跟中国呢 非常有名的德化 白痴呢 我们做了一个慈悲百度 我们从慈悲妙相到慈悲百度 那佛陀经验馆这十年来 做了三个相关于观世音菩萨的大展 我们有世界白痴之母的德化痴 也是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 可能很多师兄们都不晓得 到底师父有没有收藏 世界白痴之母 非常重要的德化痴的观音照相是有的 这也是经过海线而呈现出来的观音的一个照相 那德化痴呢 是在福建 它以白 白呢 的这个颜色 是没有颜色的 所以如果你白色要塑造一个形象 刻画脸上的容颜 乃至身上的线条 跟所穿着的一个折纹的部分 那必须有非常高超的记忆 所以德化痴呢 在整个佛教照相史上 乃至在透过海路的一个弘扬的路线 德化痴上面的观音像呢 在明代也非常的重要 那观音的信仰 为什么在宋代之后呢 一直流传到民间 跟民间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关联 那日本的学者佐伯傅呢 他的研究指出呢 最主要还跟海线有关 因为唐朝之后呢 商人逐渐的快速崛起 那商业的兴盛 加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报恩的思想 一直被强调 一直被宣扬 所以观音的信仰 就一直普及 以及深入到民间 我想是观世音菩萨 影响半个亚洲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今天从 佛教海线丝绸 制度新媒体的 艺术特展的展览员起 到策展人 到展览的内容的第一个单元 跟第二个单元 那来不及谈第三个单元 希望我们下一堂课再见 也希望大家期待 看佛教海线丝绸之路